經濟部在二十九號召開了 這電價費率的審議會 要討論這四月新版的電價 可是主要是考量到這一回 戰爭開打 引起國際能源價格 在短期內的價格不斷往上飆 加據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 因此審議會創下了先議 他們之間的決議要擇旗再審 每年三月九月召開的電價費率審議會 都會決定往後半年電價漲不漲 但這次竟然跌破大家眼鏡 首次出現了擇旗再審的結論 我的記憶的話 這個應該是第一次 真的是我們看到了這個能源的價格 受到短期的一個重大特殊的事件的影響 那個波動非常非常的劇烈 如果這樣的國際的一個能源價格更明確的 而且二物戰爭更明確的 知道它的發展情形 我們可以提早做適當的一個 召開這樣的審議會 經濟部次長林全能強調 預計三個月內也就是六月二十九號前會再 召開臨時會商討店價 但現在各界流傳三大劇本 除了韓長洞長 目前以執掌大戶呼聲最高 其實用電大戶他們不要說是電價 他們其實也有社會責任自己要帶頭來解電 給大戶多負擔一些我認為是可以的 我們對於整個大企業到底要有怎麼樣子的一個 用電用水的一個收費標準 我倒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全面一起來檢討的 現在漲漲漲 什麼都漲 就怕日後電價影響物價 行政院二十八號也先祭出了第三波穩定物價措施 不僅黃小玉免徵營業稅延長至六月底 牛肉奶油等關稅減免同樣延長兩個月 甚至民生用天然氣銅裝瓦斯 維持六個月底前不漲價 幫廠商減輕營運成本負擔 希望政府七月共同協力穩定國內物價 記得綜合報導